澎湖是一个极佳的旅游圣地 除了沙滩、玄武岩、天然美景之外 岛内更有许多早年所留下来的古战场 近年来军方裁编之后 更释出善意将废弃营区提供给县政府使用 无形中更让县府有了更多的利用空间 日前就有一群爱好生命游戏的朋友 选择在西域东昌营区举办枪战游戏 让已经退役的营区借由生存游戏重新启动 澎湖生存游戏发展协会 以及桃园极限竞技运动协会 办理的玄武防卫行动相当的成功 深获好评 这一次活动一开始有出现一些小差距 是因为要从台湾本岛运送大批的玩具枪 导致航空公司不敢接 好在航警及时的帮忙才安全通过 我们紧急通知先让第一批人先顺利飞到澎湖来之后 第二批人第二批只留一位以及所有的行李 然后我们赶紧来通知 为什么我们已经喊已经送达了到台北的送安机场 可是所有的地勤人员却不知情以及航警人员也不知情 但是航警人员非常好 但是航空公司包含立荣以及华信没有一间感受我们所有的行李 所以这一次我们差一点因为这样的行李 让我们没有办法顺利来到澎湖参加此次的重要的赛事 澎湖生存游戏发展协会也表示 生存游戏的规定和安全性相当的高 这一次开放了营区举办 主要是借由活动促进澎湖观光 本次的生存游戏活动是顺便推广澎湖旅游 然后以及这边很漂亮的风景还有我们那个战区活用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次是分为澎湖队是第一场是首方 然后澎湖队第一场是攻方 我们这次的任务行动叫玄武行动 裂空 所谓就是要把天上的东西拦截下来 所以每一下会有那种急破箱引爆箱 然后会有把封下来之后会引爆烟火 生存游戏在世界各国玩家是越来越多 澎湖的天然屏障和地理环境是许多的台湾玩家 认为非常适合来进行生存游戏的场地 本县也越来越多各阶层的民众来参与 县政府也希望借由这次举办的举岛防卫作战 来行销本县军事战地文化 创造休闲观光产业 记者陈荣誉报道